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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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我们的诉求 首先我讲一讲背景 其实全香港现时是有超过一万栋 唐楼是没有升降机的 这个数字是由社联提供的 而社联其实也很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他在2018年的5月开始 他就在这个利希腎基金和海塞黑基金的支持下 就推行了一个叫做 乐德楼楼梯机服务试验计划 就去帮一些居住在堂楼 甚至是村屋的一些行动不便人士 是帮他们上楼 而他们的服务 就是不限于是覆寻的 也都是会去进行一些社交的活动 甚至是去拜山 去平时去行家 喝茶 去购买日常用品 是非常多元化的 而这个下楼梯机的试验计划 其实是没有政府资助的 刚才也说到是由两个基金会去资助 而协助推行的机构 就包括了明奈基督教服务处 信仪会和圣瓦角福群会四个机构 但是最近有街坊同样反映 原来这个服务在今年的10月31日 即是大约两个星期后 这个服务在全香港就会结束的了 即是说在11月开始 其实你在香港已经找不到类似的服务 我当知道了这个事实之后 我就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现在原来有接近一千个人 是服务使用者 他是定期用着这个下楼梯机的服务 所以我在最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就是谈谈一下社区对于这个下楼梯机服务的需求 就打算和政府反映这个意见 我的新闻稿都有写到我的问卷调查方法 其实对象主要是九龙西的居民 我就发出了大约三千五百份问卷 透过这个手机应用程式 就发出了九龙西的和油尖岸的居民 三千五百份的问卷 回收回来就是有四百三十九份 在短短四日 10月14日至10月17日 短短四日 就回收了四百三十九份的问卷 回收率是十二点五个percent 我便了解社区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 调查结果我却要有五点 第一点就是关于这439个受访者 其实当中有大约六成 他们表示自己或者他们的亲人 都并非居住在欠缺升降机的旁楼 而有四成的受访者就表示 他们自己或者他的亲人 是居住在欠缺升降机的旁楼 而整体来说这439份问卷 里面有七成接近七成的受访者 都表示不知道香港原来是有社会机构 是提供下楼梯机的服务的 只有11.2%的受访者 是表示这个服务而已 如果我们只是集中看 他升职自己或者家人是住堂楼的 那178位受访者 当中都是只有大约四成 39.3%是表示知道有这个服务而已 第三个结果就是 原来在整体这439份问卷里面 有高达接近八成 有高达接近九成 87.5%的受访者 是认为香港政府是应该资助 这个服务的 而当中只有2.7%是表示不应该资助 而有9.8%是表示没有意见的 如果我们集中 如果我们集中 只是看那些表示自己或者 在唐楼的178位的受访者 当中更加高达89.9% 电迷政府是应该资助 这些下楼梯机的服务 而表示自己或者他的亲人 并非居住在唐楼的受访者 其实有261位 当中有85.8%是认为 政府是应该资助 社福机构推行下楼梯机的服务 看到这个数字 其实都挺正面的 对于楼梯机这件事 因为不论他们有没有家人 或者不论他们自己 是不是住在唐楼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 压倒性的意见 是接近9成都是认为 政府应该资助社福机构 去推行下楼梯机服务的 而住在唐楼的受访者 就稍微高一点 认为政府应该资助 推行下楼梯机服务 我认为那个民意是非常清晰 以及很强烈的 也都是我预期的 而第四个结果就是 8位表示自己或者家人 是住在唐楼的受访者 他们就说有69.7% 就说如果收费合理 他或者他们的亲人 是会使用楼梯机服务的 有3.9%是说不会的 另外有26.4%就说会或者会 证明那个需求是非常伏大的 虽然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服务 但是如果有机会是宣传得厉害一些 或者多些人知道的话 原来那个需求是很大的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潜在需求是在的 那最后一个发现呢 就是关于他们使用楼梯机的目的 在171位表示自己或者亲人是会 或者会使用楼梯机服务的受访者里面 当中是有62%是选了复诊的 就是用楼梯机的目的 其次就是9.9%就选了到附近公园休戏 跟着就是逛街喝茶有9.4% 选择其他的都有18.7% 其实这一题呢 受访者是只能够在选项里面 是选其中一个选项的 就是无法重复选的 那我又问过一些选了其他的受访者 他们就说会希望用这个服务去买送的 或者去一些长者中心那里去上课 那关于这个问卷调查结果呢 所以我暂时就讲到这里 那我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交给我身边的余女士呢 她是服务使用者的家属 去讲一下关于这个服务 她的使用经验 谢谢 大家好 那其实呢 我就是住堂楼 我是住四楼 那我爸爸呢 就是91岁 那其实呢 平时我爸爸的唯一活动呢 就是下楼去喝茶 虽然他的脚走得不是很好 他会用很长的时间 去附近的酒楼喝茶 其实是 这个是他唯一的一个消遣 他会跟茶楼那些服务员 因为比较熟 可以打一下招呼 聊一下 不幸今年1月份呢 我爸爸就跌倒入院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怕送了爸爸 入政府医院呢 没得探病 所以就送了他入私家医院 那出院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困难 不知道怎样 将他带回上楼 那我们就找社工帮忙 就知道有楼梯机这个服务 那其实呢 我们在基督教服务厨 那他会来我们家 看看我们的楼梯 是可不可以使用楼梯机 然后呢 才是答应 可不可以提供服务给我们 那他看了之后呢 他觉得是可以 那所以就很顺利 把我爸爸呢 带回家了 那其实我们都有用这个楼梯机 和爸爸下街走公园和喝茶 但很可惜服务在五月底 完结了 我们就没有再下楼了 爸爸那原因呢 就是其实信义会都有提供 其他的九龙增加的服务 但是实在太多服务是需要了 那所以他就拒绝了我们的申请 那我爸爸是五月底到现在 其实都没有下楼 那我爸爸呢 其实是有脑退化症 我们已经病发症了 那又狂躁症了 我们其实都是联络社工 是要请医生上门 帮他看病 那现在的情况呢 就稳定了下来了 那其实 就是这个爸爸下不了楼 令到他在家里下 都令到我们其实家里人呢 都会是很担心的 昨天呢 就是我妹妹受洗的日子 其实我们很希望呢 爸爸参加妹妹这个 就是盛事 但是很可惜她来不了 那我都会觉得呢 其实这个一家人 可以一起去参与一些活动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遗憾 那我都觉得很难过 那其实我都很希望 楼梯机的服务呢 是可以是继续 让我爸爸都有一些的时间 是可以下楼 去一下公园 和外界接触 这样的样子 好 谢谢余女士 那最后呢 我会讲一讲 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和诉求的 其实今天我们开这个记者会呢 就不是要怪责一些社福机构 他们停止这个服务 因为他们都是拿着一些民间基金会的钱而已 就是政府是一元都没有给他们的 就是民间的资源有限 那他们停这个服务 可能都是被逼 所以我们今天就并不是要怪责社联 或者怪责一些社福机构庭这个服务 而是想问政府 为什么你不去资助这个楼梯机的服务呢 那我看回这个劳福局的局长 罗志光他在去年2019年10月27号 其实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关政府居家安劳的政策的原则 那在政府的眼中呢 其实都过去可能有 政府的居家安劳的政策 他最大是希望 有需要的长者 就去老人院去院舍 而大部分身体是OK的 就留在自己本来的家里去养老 这个就是所谓的居家养老 而社署的网页 也都是有写到安劳服务的信念 是希望那些长者可以有尊严的生活 而社署又会去 他们在熟悉的社区的 需要的长者才提供院舍的照顾服务 而我觉得政府一直以来 都是忽略了一些住在同楼的长者 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的需要 因为政府常说要居家安劳 居家阳务 但是有没有一些很实质 或者很好的政策去配合 我是相当保留的 而在我做这个案件调查的时候 也有些街坊跟我说 觉得参与社会 特别是老人家 甚至是残疾人士 去参与社会 去到街上去参与社区 其实是他们的任务 我都很认同 这个参与社会是每个人的一个基本需要 如果有些长者 他们行动不便 他们住在堂楼没有升降 一个很客观的现实 就是他们就很少会下楼去街外出 其实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都是不理想的 而政府其实都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我看回政府的一些政策 例如福康巴士 它是1978年去成立的 现在是由努复局去全面去资助的 福康巴士 它是令一些残疾人士 可以在家里去到其他地方 不一定是复诊的 可以是随着 去一下街 去复汤巴士的 但是这40年来 我就看不到政府在这方面的思维 是有进步过 因为福康巴士也有政府资助 为什么楼梯机又不可以资助呢 而我看到 如果社联这个乐北柳的 楼体机服务 如果它真的在10月31日终结的话 就会有接近1000个服务使用者受影响 我认为是一个社区政策的退步 而看到邻近地区 我翻查了一些资料 就是澳门 澳门政府原来在2019年的1月份 就透过澳门基金会 去资助澳门的名外社福机构 去推行了一个接近一模一样的计划 就叫做上落出行服务 都是帮一些住在澳门同楼的 行动不便人士的长者上落楼的 服务是一模一样的接近 澳门政府是由这方面的政策 是一个类似香港关内基金 又或者赛马会基金的一个东西 但是不要紧要 我们看到澳门政府 它是由这方面的政策去推行的 但是香港政府是完全没有的 是非常之落后的 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 我就发现社区对楼梯机的需求 是非常之庞大和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背后那几个字都写了 有接近九十多人的计划者 都是认为政府是应该资助楼梯机服务 而是他们的亲人住在塘楼的受访者里面 都是有接近七成 是表示他们是会用这个楼梯机的服务的 所以建议政府是很大的 而我们说的不是说只是覆诊 而是我们希望有这些楼梯机的服务 进行一些社交的活动 休闲的活动 甚至是拜祭先人 而我的新闻导第一协的那幅相 有手边其实就是社联 我原来在两年前都有召传媒去进行记者会 原来那个楼梯机的服务 是会帮一些长者去拜生的 原来那个服务是非常多元化 不单止是福产 不单止是下街去喝茶去公园的 我认为社联理念的出发点是相当之好的 因为很多的长者 他们其实真的很想去参与社会 去下街去进行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 但是就碍于他们住在塘楼 没有升降机这个问题 就真的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而这个需求其实不单止是塘楼的 因为香港或者我自己的社区 有很多的维修 如果他们维修就麻烦了 其实政府近年都透过事件局 或者其他的部门 都推行了一些维修升降机的一些基金 而很多的大厦都只有一部维修 如果他们申请了一个维修 就要维修那些维修 但是你整升降机 搞得来都三个月至半年 甚至一年的 那一栋大厦的长者 或者行动不变人士 那怎样算呢 那是怎样的呢 所以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 其实我们今天争取这个楼梯机服务 就不单止是帮助住堂楼 没有升降机的街坊 而是帮助一些可能 不一部升降机的楼的街坊 而有一些街坊跟我说 他们虽然有升降机 但是在地下大门那里走十几二十级楼梯 才去到一个类似角楼的东西去搭升降机 在香港都有不少这些大厦 是这样的 所以不单止是堂楼 有很多就算是有楼 他们都可能有这个楼梯机服务的需求 我都翻查过资料 政府其实是做了少少事的 它在2018年12月 其实香港政府是预留了十亿 设立了一个 组织了一个《洛宁及康福科应用基金》的基金 当年其实你看看时间都挺吻合的 就是社联在2018年5月推出这个服务 如果大家有兴趣找回当时的资料 當時社聯總裁蔡偉偉先生 和當時的社署署長 葉文貴先生 他們當時都開了一個記者會 去介紹這個樓梯機的服務 表達到政府好像很支持這個樓梯機服務 但是在當年的年尾 政府當然不是說資助這個樓梯機服務 而是它宣佈成立一個叫做 科學零及康復科電用基金的基金 有十億這麼多的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資助一些安奧和康復服務單位 去買或者租一些科技產品 去改善服務使用者的生活質素 和減輕護理人員和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 那我就翻查資料了 其實政府的網站 你一Google就找到了 它有公佈了在2018年12月至現在 政府的十億究竟資助了什麼項目呢 那我就知道 這麼多的資助項目裡面 其實它是資助了69間機構 去購買樓梯機的 那些機構呢 大部分都是老人院 長者中心 甚至是醫院 那這69間樓梯機呢 有沒有用呢 當然對它們的機構來說是有用的 但是我想點出的問題就是 政府根本沒有一個完整的規劃和政策 它只是得夠錢 現在政府就是錢多 它就扔了十億出來 就給你的社福機構 醫院、老人院去申請 就去買一些硬件 所以就有69間的機構 就買了樓梯機了 但是它們怎樣用 或者會員才用到 有沒有可以去使用呢 其實這方面的資訊是非常不透明的 就是它們申請了一次買了69部樓梯機了 我估計都是去給它們的會員 服務使用者去使用的 但是在政府來說 是沒有一個規管 沒有一個政策的 因為不只是買一部機就夠了 就是你要有一些專業的 去使用這部機 政府當然是沒有錢 資助社福機構去請人去用這部機 也都是不會有錢 去資助社福機構去 因為可能要有一些車 去配合這個樓梯機的 不是單純這部機就夠了 那現在政府就是很隨便 它就是打了一塊錢出來 你自己申請買一部機 那你們自己想怎樣 我想說一下社聯 其實都發表了一個新聞稿 是說這個服務 就是樓梯機服務的一個評估 其實截至2020年6月 其實這個樓梯機服務的使用人次 已經是去到超過15400次了 而人數就是950個的 服務使用人數 那見到社聯的新聞稿 它都對這個樓梯機服務 是有一個相當正面的評價的 所以我認為政府其實都沒有什麼理由去拒絕 去資助樓梯機服務的 而我們今天開記者會的時機 也是合適的 因為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應該要等到11月底 林鄭既然現在都在修改這份施政報告 我們希望它可以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裡面 去提到資助樓梯機這個政策 它社會福利署也好 或者關愛基金也好 都應該去想一下 是不是資助樓梯機服務呢 因為社區上社會的需求 其實應該是非常之大 而社聯的試驗計劃又快就完了 那政府是不是應該是去接力去接棒 去由政府去用公帑去資助樓梯機服務呢 所以接下來呢 我自己都會在油資網區議會 提出討論這件事 要求政府去資助樓梯機服務 我亦都會嘗試若見盧福局的官員 跟他去商務這件事 希望各位傳媒報道完之後 就可以引起社會關注 希望我們整個社會 都可以去這個樓梯機服務 那我今天的發言呢 就來到這裡 那接下來就輪到記者提問環節 那歡迎各位記者可以舉手發問 有請 我想問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之後他用樓梯機的頻率有多少 例如一個星期 就是你五月之後就被人拒絕了 沒有人用樓梯機服務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爸爸的情緒或者身心 在被人拒絕之前和之後的落差有多大呢 第一個問題你是問 就是一個星期用幾次 就是一月開始大概 其實呢 他因為跌跌 跌跌 所以他 是要用架 那其實出了樓梯之後 他家裏都要練習 行路 那其實 後來我們覺得他行路行得OK了之後 才是用樓梯機服務 才是用樓梯機服務 那 那 他去到 我們去到 去到晨四月 然後 才是用 使用樓梯機 因為 很害怕 還有用架行 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 其實是用樓梯機服務 其實是下過兩次而已 其實 第一次 約樓梯機 因為老人家都真的有點擔心 樓梯機來了 他不肯下 但是那些服務員很好 去控制他 然後第二次他真的肯下去了 然後呢 在公園走 他很開心 還有去喝茶 那之後 再是有約樓梯機 用了多一次 也是去公園喝茶 之後就五月底 已經是沒有了這個服務了 因為其實老人家 很坦白說 對樓梯機 其實都有點擔心 和害怕 因為我爸爸也是九十一歲 就是這樣 想問一下 林議員 他那個社聯的計劃 就是十月尾就完了 因為這個試驗計劃 其實他們都應該有一個結果 其實有沒有跟他們了解過 為什麼這個計劃會終止 會不會延長 或者會不會有一個正式的計劃 有沒有了解過為什麼 就是石層大海 是因為基金不再資助 還是他們執行上有些困難 這樣 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我在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都是去信社聯和勞福局 表示對這個服務終結的關注 但是暫時沒有任何回覆 我都是靠看社聯的新聞稿 去得知他對這個服務的一些評估 評價和立場 譬如我新聞稿的第三頁 第五段都寫到 都引述到社聯 它就說 這個樓梯機 其實他們都應該是評估了 他們就有個結論 就說可以改善長 又說樓梯機服務 已在社區不同層面 帶來正面影響 你有機會可以去社聯的網 翻查他的新聞稿 都感受到其實他對這個服務 是很正面的評價的 但是為什麼服務會完結呢 我就代不了社聯去答 可能大家問一下社聯 為什麼會完結 我估計都是跟錢有關 因為其實在我爸爸不舒服當中 我們都有社工上來幫助 經過評估之後 他真的有失智症 社工說其實他是可以 即是當疫情完結之後 是可以上課 那樓梯機的服務呢 其實是可以幫我們安排到 他每天上課的情況的 這個樓梯機是說可以的 即是之前 但是因為終止了服務 那不是疫情關係 所以其實我爸爸 都是沒有上課 你好 我想問 如女士呢 上枝芬究竟你 當知道了 即是五月那時候 剪了那個服務的時候 是社聯那邊 是怎樣跟你說 他提供不到服務給你 即是他的原因是什麼 你得知了之後 那個感受又是怎樣 還有上枝就是 是這麼多 其實呢 那個服務剪是基督教服務 跟我講的 即是我在約日的時候 他已經說我五月底 就不再有這個服務了 然後他都很好 就給了信義會的資料給我 那我立即就想著 其實都很快 就打電話去信義會 那誰知信義會 接聽電話的人士 就說其實就是因為 他們本來都要服務的地區 都很廣泛 那他要看一看 我們那個唐樓那個樓梯 其實可不可以配合他的服務 和他也都加多了一句就是說 如果是真的喝茶公園的活動 其實多數都不行的了 因為他們很多是要覆診的 樓梯機的服務使用者 那跟著他演了這些 看完之後他就通了蒙 因為我們樓梯是比較窄 他那個使用者 就是幫忙或操作員 是要配備 然後那個操作才比較 沒有高價的操作人員 所以他就一口拒絕了 他就說不可以提供服務給我 其實當時我都很想 什麼其他的機構可以提供給我 那他都答是沒有這樣 所以其實都很擔心 因為我家裡全部都是女士 除了我爸爸是男士 我們有時候都想搬他下去 但我們又沒有能力 還有我爸爸是比較膽小的 我們都很怕如果有人揹他的時候 他會是傷害前面的人 因為用樓梯機他都會扶著 其實他很害怕的 所以如果有人來抬他 他更加不願意下去 所以他就沒有下樓了 到現在 還有一個問題都困擾我 因為我要檢查樓 之後其實 我都要搬我爸爸去其他妹妹的地方 我都不知道怎樣 還有林先生是多 我不敢 就是這樣 想問你住幾樓 我住四樓 謝謝你 還有當初基督教服務署拒絕 你說給不了那個服務的時候 他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呀 基督教可以提供 他去到五月三十一號 因為資助完了 他們就提供不了服務 基督教是一直都是幫到我們的 但是因為他應該服務是 深水埗和我們旺角的 他之前說 但是因為三十一號 他就提供不了服務給我們 我問一個新聞稿呢 涉嫌新聞稿有提到 其實社聯它就是透過兩個基金會 就應該是籌到一筆錢 接著就找了四個MGO去協辦這個項目的 我都再重複一點 其實我們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就不是想怪責他們停這個服務 因為他們都是沒有問政府 拿過錢的搞這個樓盤機服務 我們要問的就是為何政府是不去用金融資助他們呢 有沒有其他傳媒有提問? 還有沒有提問?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的記者會就結束了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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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大家